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条件语句呢 它是针对于我们算法框图当中的条件结构 转换而来的一种程序语句 而循环语句相应的 它也是根据我们在算法框图当中的循环框图 可以把它转换而来的 那么在条件语句当中呢 我们有两种常见的结构 对应的就有两种常见的模式 如果第一种满则条件则执行A 步骤A如果不满则条件则执行语句B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可以把它用语句来写 就是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就执行 语句体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条件语句 那么这种类型呢 它针对于我们在前面所讲到的这个框图当中的第一种条件结构 第二种条件语句呢 它是这样的 如果 条件成立 这个 否则 结束 对于这种类型呢 它比上面一种要稍微麻烦一点 是上面这一种是 只要条件成立 我们就执行 那么在这里呢 条件成立 我们执行语句体一 如果条件不成立 我们还可以执行语句体二 事实上在这样一种条件语句当中 我们还可以再次嵌入一些 多个条件的情况 比方说我们在写出这样一个 程序的时候 如果A 则执行B 那么如果A 否则的话 如果A不成立 也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执行 C 第一 这个条件是否再看 看它是否再成立 如果它成立 就执行第一 最后呢 否则 如果上面两条件都不成立 我们就可以执行第一 最后 结束 我们的这个 结束我们这个条件 这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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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法的这个 这个框图的时候 讲到了说 有两种循环的 这个结构 当型和直道型 那么对于 当型的这样一种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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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件不成立的话 我们接着就执行下一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把这个循环体进行多次的循环 下面第二种呢 它是直到形的这一种结构 就是说执行循环体 直到我们的条件成立 执行循环体直到我们的条件成立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一种和这一种当形和直到形 它们最大的区别就是 当形的这一个结构 或者说这个用这个语句来表示 这个循环体的时候 我们是说首先判断条件 然后执行循环体 而这种直到形的呢 是首先执行循环体 然后判断条件是否成立 只有当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只有当循环体执行完了 我们才能才去判断 这个条件是否成立 如果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执行 如果条件不成立 就要接着回去 执行我们的循环体 这是这两种语句 那么在编写程序语句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正确的运用这两种 条件语句当中的两种类型 和这个循环语句的两种类型 特别是在这个条件语句当中 出现了多种条件判断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入这种嵌入式的 这样一种类型 而对于循环内型的呢 这个直到型的我们一定要把握的是 首先它是执行过程中 先操作后判断 而这个当行的是先测试 然后再执行 先测试 及先判断后执行 这两种循环结构是有所不同的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一些类型来 编写对某些问题 编写一些程序 请同学们来看例一 某地电信部门规定 拨打室内电话的时候 如果通话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则收取通话费是0.22元 如果通话时间超过了三分钟 那么超过部分按照每分钟 0.1元收取花费 不足一分钟的按照一分钟来计算 设通话时间为T 通话费用为Y 如何设计一个计算通话费用的算法 编写程序 这一道题呢 我们可以知道 它事实上是我们在前面所学的函数当中的 把Y这个通话费用 可以表示成时间的函数 我们可以首先把这个函数给写出来 那么就是Y 这个函数呢分为了三段 首先是0.22元 这是当T小于3大于0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这个不超过三分钟 包含了三分钟在内 所以我们说T是小于或等于3大于0的 第二部分呢 我们说超过三分钟的 如果是不足一分钟 按照一分钟来计算 如果是超过的是整数分钟的话 我们就按每分钟0.1元收取 那么下面这种情况当中 就要用到我们刚才的条件语句当中的套欠这种格式 首先呢我们把这里还要分成两段 第一段就是当这个0.22加上当T是一个超过的整数 整数的时候 就是0.1乘以一个T减去3 这里是T大于3且T为整数的时候 我们说就是这样一部分了 那如果T大于3且T不为整数的话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写这个式子呢 我们来看 通法会费用是当不足一分钟的时候 按一分钟来计算 这个时候要用到我们这样一个函数就是 不大于的这样一个表示方法 我们用T减3来表示不大于T减3的最大整数 不大于T减3 比方说T减3如果是等于3.2的话 那么不大于它的最大整数就是3 不大于它的最大整数 不大于它的整数部分 或者说不大于这个数的最大整数 那么如果T不是一个整数的话 在这里我们就是用0.22 这个是不便的基本费用 加上哪样一部分呢 就是0.1乘以括号里面 我们说用T减3的不超过它的最大整数 不超过T减3的最大整数 加上1 因为那一部分小数部分呢 它应该记一个记成一分钟 不超过一分钟的按照一分钟来计算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函数式 把这个函数式写清楚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还要注意这个式的表示方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条件结构 它这里还有一个条件结构 第一个就是当T在0到3之间的时候 直接是这一部分可以输出 那么我们如果编程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当T大于3的时候 它分成了两类 于是我们可以这样来编写它们的程序 方法程序 我们说首先可以请输入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输入语句 请输入通话时间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时间呢 这个时间是如果T是小于或等于30 注意写法 我们在写算法程序的时候 小于或等于和我们在数学当中的小于或等于是有所不同的 小于或等于30 我们就可以得到Y是等于0.22 这是得到了第一部分 当条件T小于或等于3成立的时候 直接得到Y是等于0.22 那么如果否则的话 在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 否则得到的不是一种情况 那么在这里还要进行套欠式的这样一种条件结构 否则如果有 注意了 我们这种表示形式表示的是 这个不超过这个T呀 它如果是等于T的话 也就是说不超过T的最大整数就是等于T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T就是一个整数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Y是等于0.22加上0.1乘以T减3 这是我们得到的这第二种情况 否则的话 如果这两种情况都不满足 那也就是说T小于或等于3 这是T大于3 但而且T是整数的时候 那如果T不是一个整数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说 否则就可以得到啊 就有Y是等于0.22加上0.1 与T减3不超过T减3的最大整数 加上1 就是得到这个设计 那么到这里为止 我们把这个条件结构 就写得非常的完整了 条件分为三种情况 事实上是 我们把它分为两种情况 那么条件T小于或等于3成立 得到它 条件小于或等于3不成立的时候 我们还得要分 如果T是整数得到这个设计 否则T就是Y这等于这样一个设计 那么到这里为止 我们就把这个条件都摆清楚了 结束 最后呢 我们可以输出 通话时间为T 单位是分钟 通话费用为单位是元Y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一个程序 算法程序当中 用到了输入语句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讲到的了 然后用到了输出语句 这是也是上一节课所讲到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用到的 这个负值语句 Y等于0.22 还有这个式子 也是一个负值语句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用到了两种 用到了一种结构 就是条件结构 在这一部分 我们把它称为是条件结构部分 大家可以以这个为例 那么如果以后 我们要编写一个 有关式数学当中的 分段函数的这样的算法程序的话 我们就按照这种方法 这是表示的是三段式 我们还可以是多段式 比方说两段式就更加简单 有的函数呢 它的分段可以分为几段 我们都可以用这样一种方法去处理 在这里呢 我们这个框图编写程序 我们就没有画这个框图了 那么在这个 这个分段函数以后 我们其实可以不需要通过 画出它的框图 就可以直接这样去写 那么在有的时候呢 如果当我们这个程序 没有办法一次性到位的时候 可以借助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程序框图 首先把框图给做出来 然后将框图的每一部分 转换成这个算法的语句 把它写出来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 儿童乘坐火车时 若身高不超过1.1米 则不需要买票 如果呢 身高超过1.1米 但不超过1.4米 则需要买火车 买半票 若身高超过了1.4米 则需要买全票 我们要试设计一个买票的算法 其实呢 这一道题跟我们刚才那道题呢 是有着相似之处的 它也是这一个问题呢 当这个票价 票价与这个儿童的身高之间 构成一个三段的函数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先来看 如果不写出这个函数 我们能否将这个程序的这个 给设计出来呢 我们首先呢 来画出这个第二的 它的一个框图 那么首先开始 然后接下来输入 儿童的身高 这一部分是对应于输入语句 接下来我们要来判断 看身高是否是小于或等于1.1 如果身高是小于1.1 注意了 这里出现的判断框 如果身高是小于1.1的 那么我们就说输出 免票的信息 输出免票信息 否则 如果身高是大于1.1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又要判断 身高是否是小于1.4呢 小于或等于1.4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身高是 处在1.1到1.4之间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是 则输出买半票的信息 否则 就应该输出买全票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看 在所输出的这三种类型当中 包含了 身高不超过1.1米 是输出免票信息 身高在1.1到1.4之间 包含了这个1.4 但不包含1.1的时候 我们说他的买 他是买半票的 当身高超过1.4米的时候 他买的是全票 最后我们到这里为止 我们这个框图呢 就算是可以结束了 好 我们把这个题目的框图呢 做到这里了 事实上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框图 它的每一部分 来编写这个算法的程序 那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编写呢 开始是 输入 输入以据它的基本格式 请输入 儿童的身高 H米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判断 就是如果H是小于或等于1.1 则可以输出 免票信息 否则 注意了 这个地方 那么要 泡浅一部分进去了 否则 如果有 H是小于或等于1.4 我们说 我们说 这可以得到 输出 买半票 如果这个条件也不满足 我们说 则 输出 卖全票 结束我们的 这个条件语句 注意这里有两个条件语句 所以 结束 这个呢 是结束这个 如果是 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 当这个身高是1.4米的时候 小于或等于1.4米的时候 这个是结束这个 条件语句的 这个呢 是结束这个条件语句的 最后 我们再给一个 这个程序 就算是结束了 所以以后呢 我们再编写这个具体算法的程序的时候 可以有两种思路 第一道题 我们刚才给出的是 首先通过这个具体问题 写出具体的一个函数式 然后根据函数式 将它的条件内心写出来 或者呢 我们首先根据前面所学习的 把它的这个算法框图 首先详细的写出来 然后根据算法框图 把它具体的翻译成 我们的算法 基本语句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 这一部分是输入部分 从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的条件部分 条件结构的部分了 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一部分的过程当中 仍然在这里 在这个条件当中 再次套欠的一个条件在里面 所以同学们要特别注意这种用法 这是例二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例三 某一次考试规定 共考三门课 凡考试得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发给优秀证书 第一种就是三门成绩之和大于280分 第二种是其中两门的成绩大于90分的 另一门大于80分的 那么在这里呢 第一种情况我们很好理解 就是说三个之和大于280 假设我们说这三门功课 A B C 分别是表示这三门功课的成绩的话 那么第一个条件就可以直接翻译成 A加B加C大于280 那么第二个条件我们怎么样的翻译呢 也就是说其中的两门成绩大于95 另一门大于80分 事实上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分内 也就是说第二个当 这个条件当中要套切一下 就是A如果大于95 B也大于95 而C大于80分 这个也可以算成是优秀证书 可以发给优秀证书 或者说A大于95 而C大于95 且B大于80 还有就是B大于95 C大于95 而A大于80 事实上呢 这个问题呢 能够发给优秀证书的 它有四种情况 那么我们同学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说第一种情况容易实现 第二种情况呢 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要一一的分析 分清楚 用我们的条件语句来套切 那么大家跟我一起来写一写这个程序 首先输入 这个请输入学生的三门成绩 学生的考试成绩 A B C 或者在这种写这个输入语句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对这个输入语句的规范性 我们可以在这里写A B C 冒号 然后 这是分号 A B C 这是三个辩量 这是把三门成绩输入进去 首先把这个条件拿出来 如果有A加B 如果有A加B加C是大于二百八 则可以发给优秀证书 输出 请 发给优秀证书 这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结构了 也就是第一小节当中 首先输入 然后条件满足 输出 否则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 如果有A大于九十五 并且 B大于九十五 而且还有 C大于八十 如果这三个条件同时成立 则可以得到 可以 也可以发给优秀证书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这个条件不成立 还有其他的条件成立 那么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写 那么在这里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写 否则的话 如果有 A大于九十五 C大于九十五 B大于八十 则有 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可以 也可以发给 优秀证书 这是套欠的第二种特点 那还有一种情况 那么第三个条件 在这里面的这一种条件 我们继续要照写 也就是说 如果 B大于九十五 而且 C大于九十五 A大于八十 也可以发给优秀证书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三门成绩 除了三个的核 都大于两百八 当三个的核 小于核 就有两百八 这三种情况 还是有可能不成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那 这里就不能 发给优秀证书 因此 我们在这里最后还有 否则 我们写在这里 就输出 不发给优秀证书 到这里为止 我们很多同学都以为 我们这个条件结构 已经翻译成功 事实上呢 我们还没有结束 在这里我们来看 用到了这样的几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最后 结束这个条件结构的时候 还要写上 到这里为止 我们算是把这 这个条件的这个过程 编写的这一部分 一直到这里来 我们说输出输入和有一些输出语句 或者包括还有一些复制语句 它是包含在条件结构之间 在条件结构之中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条件语句和循环语句 它和前面所学习的输入语句 输出语句和复制语句 是构成我们的 在框图当中所讲到的 条件结构和循环结构的一些语句而已 在这些编写 把这些结构转换成算法程序的时候 都要用到这样一些语句 最后在这个程序 这个条件结束完之后 我们还得要下一个结论 这样这个程序才算是执行完毕 这是第3 这道题呢 它很好的说明了 我们在列举 在编写这一些 含有条件结构的这样一些算法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例四 求1加2分之1加3分之1 一直加到1百分之1的值 用程序语言表示其算法 很明显呢 这个如果要写出算法框图的话 它事实上是在考察我们的循环结构 对于循环结构 它所对应的语句 就是循环语句 那么要用循环语句实现 可以用档形语句 Vol形 也可以用直到形 下面呢 我们用两种形式 把这道题的这个框 这个程序语句给写出来 首先我们看一看 方法一 如果我们选择用 这个语句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语句呢 是先判断条件是否成立 然后执行循环体 那也就是首先输入 S等于1 我们在这里呢 把这个式子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这是1加上i分之1 这个i呢 表示的是这些分母 那么我们用i 首先来取它的初始值是等于2 如果i是小于或等于100 那么我们就要执行循环体 这个循环体 我们该怎么写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i小于或等于100 i如果等于1的话 i在这里首先是等于2 初始值是等于2 i如果等于2 那我们就应该加上一个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令 a是等于1 i分之1 而且呢 S它是等于 S加上A的 还有一个就是 i取的是 i加1 那么也就是说 i等于2的时候 我们就再加一项 三分之一 好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得到 到这里为止 这一个循环体 循环结果 算是变写成 也就是说 这种类型的 它非常容易 直接考虑条件 如果一旦成立了 我们就直接执行这个循环体 这个循环体当中 这三个值 都是用的是负值语言 用的是负值语言 然后我们最后呢 可以输出 1加二分之一 一直加到 一百分之一 它是等于 这个S输出 结束 编写循环语 循环语句的 这样的一些 算法程序的时候 它是 比较简单的 主要要找清楚 循环体 把这个循环体呢 写成这样一种形式 无论是用这个当型的 还是用我们待会儿 来讲到的直道型 都是很简单的 接下来我们如果把这个 改写成用直道型的话 方法二 首先呢 我们说 S等于1 I等于2 首先负义两个值 然后 执行循环体 A等于I分之一 这个循环体呢 跟前面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S加I I就取I加I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I大于100 那么这一段 这一个循环体 和我们的当型的循环体 它表示的意义是一样的 这里的条件 和这里所得到的 这个条件也是相反的 I小于或者100 只要条件成立的话 我们就要执行这个循环体 一直的执行下去 而且这个当 这个直到型的呢 是先执行循环体 那说 S等于1吗 那我们就用1加上1分之1 然后 这样加的到这里之后呢 这个I是 小于100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再次执行这个循环体 就让I 就取我们的I分之1 而I这个时候变成了3呢 所以再加上一个3分之1 到这里I是取3 还是小于100的 我们继续这样执行下去 那么就是直到I 如果大于100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执行这个循环体 最后我们这个结果就结束了 我们说就 输出 1加2分之1加3分之1 一直加到1百分之1 最后结束程序 循环体结构和这个条件结构 两者比起来 这个当行的和这个直到行的 他们的循环体的这一部分是一模一样的 所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当行一个是直到行 这个和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程序框图呢 算法框图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编写起来呢 只要找清楚了这个循环体 就不是很复杂的事情了 像例四这种 求这种累加性质的这样的问题 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循环结构来处理 而像例五一样 这是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加n的平方 小于1000成立的n的最大整数值 用程序语言表示起算法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做这个也是可以用当行和直到行量 两种语言来进行表示 只不过这种情况下呢 它这里是一个不等式成立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取得的最后就是说 这个循环体是一样的 一个就是这个和小于1000的时候 这是它的最后达到的要满足的条件 一个就写出s大于1000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循环体其他的结构就是一样的 比方说a可以写成i的平方 然后呢 s是等于s加a i是等于i加1 这就是我们的循环体 请同学们下去呢 把这道题作为练习做一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例六 一个小朋友在一次玩皮球的时候 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 球从某高度往下落的时候呢 每次都反弹回原来的高度的三分之一 再落下 再反弹回上次高度的三分之一 如此反复 假设球从100米 100厘米处落下 那么第十次下落的高度是多少 在第十次落地时 共经过多少路程 是用程序语言来表示这个算法 这个题目呢 第一次下落的高度是100厘米 经过一次第二次下落的高度是三分之一百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第一次计为h1的话 h1就等于100厘米 而h2呢 它是等于三分之一百厘米 第三次下落就是h3 是等于三分之h2 这样一直下去得到h10是等于三分之h9 那么如果我们这样分析之后 经过这样的几次 可以得到经过的总路程是各自高度的和 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编写这个程序 s等于0 h等于100 s是等于s加上h i是等于2 我们这个s表示的是总的路程了 那么我们问的是第十次落地时 经过多少路程 那么s i取2的时候 我们说先用当行来运行编写 i l 就是i是小于或等于10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它第十次落地的时候 我们说当这个i小于或等于10的时候 它一直在进行这个循环体的操作 这个时候呢 h可以取的是原来的三分之一 而这个s就增加了这个h了 就是原来的s加上一个2 乘以h i取的是i加1 到这里呢 我们说这个循环体就算是写完了 那么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当i小于或等于10的时候 我们就执行这个h等于h分 三分之h 然后呢 s它是由原来的这个路程加上这两倍的路程 为什么是两倍呢 因为第十次落地的时候 它是上下两次 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从这个100厘米的地方落下的时候 然后再弹回去 这两个就包含了两个h了 所以我们说第三个就是往后地头一个就i 取的是i加1 这四个 这三个呢 我们用的是复制语句了 好 那么接下来最后我们说 到这里循环体结束了 就可以输出 第十次 下落的 高度 为h h 同时呢 也输出 第十次 落地时 经过的总路程 为 s 最后 程序结束 这个地方的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是执行了这样一个 循环体 那么在这里过程当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同学们可以下去之后呢 将这个当行的这个程序语句 改写成我们的指导型 今天的课了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